這個藍綠兩黨 他們在29號是陸續敗會了 關鍵少數民眾黨黨團之後呢 今天早上黨主席柯文哲 就到了黨團跟立委開會 會議時間將近一個半小時 而且過程中他們還清場 只有留下柯文哲 跟這些這八位委員們留下來開會 那在會後呢 柯文哲就佈出了黨團 過馬路到公車站的過程中 面對媒體所有的提問 還是一概都不回答 不過民眾黨發言人楊寶貞則說 他們統一會在明天的早上9點半 召開記者會說明 主席院長投給自己是選項之一嗎 是嗎 有這個選項嗎 環境團出可以投給不同人嗎 主席怎麼看 我直接說2月1號的 你的角色就不重要了 主席怎麼看黃國昌曾經 痛罵過韓國瑜是貪腐的嗎 主席怎麼看 韓國瑜說 他會當你們是氧氣不是空氣 覺得他很有誠意嗎 他比游錫坤有誠意嗎 根據了解民眾黨例行成會 黨務主管也有列席 但是在例行事項報告告一段落之後 大約在8點多清場 只有留下主席柯文哲 與8位立委一起開會討論 歷時大約一個半小時之後 會議結束 委員們與柯文哲陸續佈出黨團 面對記者詢問 會議內容 投票意向 是否團進團出 要分裂投票 還是投自己 等等的討論 是否有結論 委員們與柯文哲 多是低調必答 而民眾黨發言人 楊寶貞則表示 預計明天早上9點半 在黨團舉辦記者會 會由柯主席 帶領8位立委 一起做新會期任務的宣示 同時也會公布黨團三長 包含投票意向部分 也會在明天一併跟大家做說明 而立法院的政府院長選舉 將在2月1號登場 國民黨為了要求要票票入軌 避免上一屆的選舉投錯票 這個窘況在線 因此他們現在就傳出來說 是祭出黨紀了 這個黨紀內容是什麼呢 就是說如果不分區立委 投錯票的話 將會直接開除黨籍 而區域立委則是會 直接停止三年的黨權 列為冷凍名單 國民黨要祭出黨紀 如果有立委沒有選沒有投票 或者是蓋錯人 甚至是廢票的話 部分區立委 將會直接開除黨籍 淪為任期一天的短命立委 而區域立委 則將會直接停止黨權 並且列入黨團的冷凍名單 除了無法競選 立委院的委員會趙偉之外 更不排除要剔除 參選立委跟縣市長 而新科部分區立委 吳宗憲在今天受訪的時候就說 不懂讀過國民 民意義務教育為何還會投錯票 令人匪夷所思 而國民黨副發言人賴以任 對此則表示 國民黨是有組織紀律的政黨 祭出黨紀本就行之又年 這一屆立委一定要團結在一起 而民進黨政府院長候選人游錫坤 還有蔡其昌在24號下午 拜訪了民眾黨團 由於日前民眾黨的立委 黃國昌才公開表態 個人不支持蔡其昌 而會談結束後 媒體就說 黃國昌和蔡其昌 要不要來抱抱一下 沒想到這麼疑問 讓現場的氣氛似乎 有些尷尬 你有沒有跟負面講來抱抱嗎 來吧 沒有 沒有 來 來 來 不用抱 我通常只跟我老婆抱 我通常只跟我老婆抱 那至於說 台灣民眾黨的立場 那就要跟大家報告 就像柯文哲主席所宣示的 我們一定是團進團出 那今天兩場會談在剛結束 那我們黨團的成員有必要 我們還要再開個會 再討論一下 那我相信我們有任何決定 我們都會跟台灣社會 跟台灣人民做清楚的報告 跟說明 而民進黨的立法院正副院長候選人 游錫坤以及蔡奇昌 他們在昨天下午是敗壞了民眾黨團 雙方互動非常的融洽 對於民眾黨提出了四大改革 以及單一趙偉智的主張 民進黨的院長候選人游錫坤則表示 有共識的部分可以先做 同時他也表態說他贊同單一趙偉智 此話就引發了討論 游錫坤今天出示過去民進黨團 曾經就單一趙偉智提案 並且表示他在媒體上被罵得很慘 但既然承擔就因勇敢既然負重就需忍辱 而黃國昌拋出了應改為單一趙偉智 柯建民對此就表示 2016年民進黨提出有關於國會改革的黨版 裡面各種情況都有 也有提到單一趙偉制度 而當時的立委林卓水就認為 應該要施罰美國 不過這點他跟王金平都保持保留的意見 而柯建民也直言 此時拋出這樣的議題 不外乎是因為趙偉是由委員會的委員來選舉的 目的就是要民主國民黨 讓國民黨拿到所有的趙偉 然後再藉此向國民黨叫板分趙偉 而柯建民就強調 國會改革是很漫長的路 已經走了30年 應該要面對台灣現實的政治環境與民意 路人皆知 實際上立法院不可能贏者全拿 讓兩大黨各擁有一席趙偉 對國會的生態平衡最好 而對於民眾黨提出的四項改革 以及單一趙偉制 對此民進黨立院黨團總召柯建民 稍找受訪時也給了回憶 劉委員長其實表示他個人一見 他也知道黨團立場 當委院長他裡面有講到 他會依照議員主事法第三條 什麼意思他都會中立 所以不管你有沒有人罰你 他都直接在中立 所以表示這個意思而已 劉委員長不可能去指導民進黨 要提出什麼國會改革 也不可能去指導代理黨 這個角沒有他沒有這個角色 他只是就正在立場上 你們要談什麼做回憶 但是他已經意識中立 不是如此的表示而已 除了民進黨去拜會民眾黨團之外 力爭立法院的政府院長 國民黨立委韓國瑜跟張啟辰 也在昨天上午拜會了民眾黨的黨團 八名立委來閉門會談 那雙方是針對了國會改革理念 來交換了彼此的意見 那民眾黨準立委黃國昌就表示了 樂見彼此放下黨派的立場進行合作 但是黃國昌也提到 他說過去藍綠兩黨的總召 常常都是談好之後 就把小黨當作空氣 而對此韓國瑜則表示 他絕對不會把民眾黨當成空氣 而是會當成氧氣 黃國昌表示 監督是在野黨的天職 樂見彼此放下黨派立場進行合作 但是過往常常出現民進黨跟國民黨總召 彼此談好之後 達成協議跟院長報告 卻把小黨當空氣的狀況 而這不利於國會健全和諧發展 對此韓國瑜強調 自己絕對不會把民眾黨當空氣 而是會當作氧氣 進入國會之後 大家都是同班同學 希望攜手合作推行在野大聯盟 而他對於國會聽證調查權 被民進黨拖延多年 以及人事統一權的盛差時間被壓縮 表示不認同 國民黨方面承諾會共同推動國會改革 對於金飛的使用應該公開透明 也願意配合辦理 而即將就勒立委的王世堅 昔日贈送龍袍給時任的台北市長柯文哲 而近日將這段往事被提起 王世堅曝光 好 那是自己送給柯文哲最療癒的禮物 他認為柯文哲有穿這件龍袍 因為聞起來有淡淡的柯胃 也達到心理治療的效果 因為我聞起來有淡淡的柯胃 大概因為一般送禮給市長 他們禮貌上當天或者隔天 他就會送回 那只有這一套龍袍我送去之後 那過了十天柯文哲才把它還給我 那我知道 那這樣我送他這一套龍袍 就有達到 我希望達到的這個醫療效果 就是對他做一個心理治療 我想他可能在他的市長室裡面 有個小閣樓 或者帶回他家裡 可能他晚上都是有穿著 那一陣子 他穿了以後 我發現他就比較不常 在斥責他的一些幕僚 就比較不會他常常動不動說症 或什麼他自貧庸症 這個就沒有了 因為穿了大概對他這個 真的有產生一些效果 我們在這幾個 那邊 排隊 排隊 排隊